音乐不耻软 从来眉间谁会 怎么不逃人喜欢 苏诚 苏诚 你 你怎么来了 你的剧本看完了吗 你 没 没有 你这人也太差劲了 根本就不配做艺人 我看你还是不要痴心妄想 做什么演员梦吧 不要梦 你不要梦我 你不要梦我 放开我 我怎么忘了 你还有这么一个致命的热甜呢 小萱萱 我没有发现 你长得还挺标致的吗 阿姬这个色膜 放开我 放开我 不可能 怎么样 还要不要给我一次机会呢 你这个色膜 我是不会屈服的 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只能送上我的 烈焰横船了 小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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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承轩 你不会死了吧 段承轩 你请一请 别死啊段承轩 勾字还没有发给我 你不要死 段承轩 出场 你没有死 啊 那 我的工资 有着落了吗 原来你这么想我死 你的剧本看完了吗 那个 不是不是 我是说 那个 还没有 没有 没有看完 你这个人也太差劲了吧 根本就不配做艺人 我看你还是别做什么演员梦了 对不起 我 我现在 我 回去看 段承轩 你就这么不想看见我 啊 我还就偏让你 就在我这里看剧本 不要了 反正一个月没几天 我马上就有 蘇生 别装了 你已经装过一次了 我怎么可能再一次被你骗呢 你以为我傻 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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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啊 这位小姐呢 只是过于疲劳 让她好好休息 过一会儿就会醒了 以后要注意休息 注意调理 好 谢谢 刘医生 您这边请 来 白痴 我让你看剧本 又没有不让你睡觉 累了你就睡 干吗把自己弄成这样 就会玩了 我岁川海 做了 他就在那边 虽然是 我 你 大虫子 我好苦啊 现在我每天 就是练歌录音室 练歌录音室 录音室练歌 来了北京这么久 我连天安门都没去过呢 不过 我只要通过考试以后 就能出第一张专辑了 想想也是蛮值得的 你看我就说了 你哥呢 只是表面上不支持你 他心里还是非常支持你的 他都跟我说过了 我知道 我也没想跟他 做一辈子的仇人 对了 我看他助理的朋友圈 说他好像病了 要不然 你替我看他一下呗 我去 多不合适啊 怎么不适应啊 你是我的好朋友啊 帮我去公关一下嘛 那我就帮你去看一下吧 我要去录音了 你怎么来了啊 叶乔书你病了 让我来看看你 我没事 叶先生 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 叶先生 我帮你做点什么 一夜先生 一夜先生